嗨,我是威娜斯,你可以叫威娜斯 今天呢,我們要拍一個特別的主題 就是我要去割我的扁條線表現 應該實在是扁吧,扁條線 然後因為我有長期就是扁條線發炎的問題呢 所以我今天就要去住院 然後明天開到動手術 後面呢,就會跟大家講說 我的手術的經歷還有需要注意的東西 跟到底有多痛 因為很多人都說很痛很痛 然後這一次我是有自費的 我們健保其實有補助 你可以用電燒刀去割掉扁條線 那趕快繼續看下去吧 今天呢,是我手術的第29天了 先跟大家就是講一下 扁條線跟扁桃線 正確的發音是叫扁桃線 就教育部有說 因為我這一次就是因為常在發炎 然後我已經好幾年了 我的醫生跟我說 你如果不割的話 你一輩子都睡不好 然後而且可能會有高血壓 打呼的問題啊什麼的 就是忍很久想說好,我去割好了 然後我就到了馬街去 沒有單人病房就是可能太滿了 我只能去住雙人的 第一天就是幸好我隔壁沒有人 其實我很快就出院了 我是一號住院的 然後二號開刀 那我三號就出來了 我三號就出院了 就其實可以再住一天 但是醫生覺得說 我的恢復狀況什麼都還不錯 所以其實我開刀完隔天 我就出院了 開刀我是全自費 扁桃線手術呢 我先自費了手術刀 手術刀因為如果是健保的 它是用電燒的 然後據說會很痛 所以我就自費了 低溫電漿刀 那這個低溫電漿刀呢 就是每天醫院的售價不同 我的話呢 是一萬六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是 膠原蛋白的敷料 就是你開完刀之後 直接敷膠原蛋白到我的傷口 然後它是從嘴巴進去的 所以外面沒有傷口 就直接從嘴巴進去 然後就敷膠原蛋白這樣子 它其實它有兩個選擇在馬街 一個是膠原蛋白 一個是人工膠 價錢其實差不多 但是還是不一樣 選了這個膠原蛋白 然後它是一萬幾這樣子 所以我的手術自費部分呢 我就先花了三萬一 當然你如果有任何保險 有醫療險的十支十付什麼的 就是包括你住院啊 手術啊 就是都有給付的話 所以保險真的很重要 我其實還有自費麻醉 就是等手術完之後 不是會很痛嗎 所以我其實有多打一個自費的麻醉 健保其實它會給 呃 成效據說是不大 當然我兩個都有打 我就是先打了健保之後 然後再打了自費 然後再打了健保 因為健保就是它都會給嘛 就是你的術後兩週內 你都要吃一些 呃 冰的 或者是很溫的食物 然後是柔軟的 比如說粥啊 木瓜牛奶 糯米牛奶這一種 不能吃一些硬的或者什麼的嗎 我跟你講吃粥超容易餓的 超容易餓的 超容易餓的 反而我就是一直處於很餓的狀態 我從第一天 就是你進醫院前 你要開始餓 因為你要抽血要幹嘛的 然後你抽完血之後咧 終於可以去吃了 然後醫院它會跟你說 你不能離開醫院 所以你就只能到醫院的美食街 去買東西吃這樣子 天啊 就是最後一餐的感覺有沒有 第二天就要動手術了 所以就開始就是完全就不能吃了 這樣一路喔 一路這樣一直到兩個禮拜後 我大概一個禮拜之後 我就有先吃一些乾的東西 比如便當什麼的 但是我會加一點熱水 就是讓那個飯不要這麼乾 然後我去回診的時候 我就跟醫生說 醫生說最好不要 因為一到兩週之內 是一個結痂的一個狀態 你如果這個時候吃一些乾的東西 它如果傷口被你弄到了 很有可能會大出現 然後到兩週之後 你就會發現說 欸好很多了 你已經可以 可以稍微的唱歌 不用大唱 但是稍微的唱歌 然後有比較好的狀態了 大家都會很緊張說 手術的時候是怎麼樣 其實就是它是全麻 全身麻醉 所以你就是綁好 然後吸吸 然後就睡著了 起來的時候你會發現說 哇彈超多的 就是你真的快要被彈噎死了 你要一直吐出來這樣子 然後因為我還有做 喉嚨壁裡面的拉提 我除了把扁桃線割掉之後 我還有做拉提 所以我到現在都還是會有那種 拉提線的不舒服 但是我的扁桃線 基本上是好的了 但我現在就是 還是會有一點點卡卡的 因為它那個拉提的線怎麼都還在 那當然這個東西是因人而異 會醫生去判斷說 你需不需要去拉或幹嘛的 因為醫生就覺得說 因為我的喉嚨是比較肥厚的 所以你其實做一些拉提 你就比較不會打呼 過一陣子它這個線 就會自己吸收了 大家就是在動手術之前 不要擔心 你可以先諮詢說 手術的方式啊 可以自費的管道啊 跟你自己有沒有保險 這些是蠻重要的 那當然保險就是等你整個 手術啊 門診過後 結束之後 一筆去申請 我的話就是一定是 你付多少錢 一定就可以 這邊是十支十付嘛 那totally 我這一次呢 總共花了4萬多 快5萬 因為就加上 住院費 醫藥費 然後門診 然後手術的自費 跟麻醉的自費 這樣totally 快5萬喔 觀眾朋友真的有這個需要的話 就是你真的是長期 扁條線發炎什麼的 我會建議說 其實就勇敢去割 因為扁條線 照西醫的說法 它就是一個 長大之後就沒有用的東西 當然中醫就會說 身體各個器材都有用啊 最好是不要割什麼的 但就是看你啦 如果你中西醫都去看故事的話 還是都沒有好 像我這樣 我就會選擇去把它割掉 去動手術的心態做好 其實就可以了 如果你還有什麼疑問的話 可以留言告訴我 然後我會盡我的所能來回答你 扁條線的分享就到這邊啦 那喜歡幫我按讚訂閱 然後留言告訴我 你現在的狀況 那如果你真的就是很擔心 你可以不要擔心 就留言跟我說 我會跟你做一些討論的 就這樣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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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